《日落之城》 《日落之城》 是專輯初期籌備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的一首歌 因為它十二首歌 你在收錄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 翻閱大量的這種曲庫 然後包括去聽很多不同來源 不同國家的這種demo 因為這整張專輯還主要就是 就是以收集demo的形式為主 我們會去聽很多音樂公司 或者說一些原創音樂人的demo 然後聽到好聽的 或者自己喜歡的就會把它拿回來 然後自己如果有想法的話 在上面就demo基礎上做一些改動這樣 《日落之城》這首歌其實 比較pop 就是它比較 怎麼說呢 我還真不知道怎麼形容這首歌 這首歌的風格我以前完全沒有嘗試過 因為它是那種比較 你戲聽 有一點disco的感覺 但又不是disco的感覺 然後它也是那種 有一點流行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錄的時候 錄之前我們改過好幾版它的歌詞 然後也改過好幾版它的編曲 其實一開始那首歌 就是和我們最終的成品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錄那首歌很快 我們當時在棚裡面可能也就錄了 兩個多小時 兩三個小時吧 就算比較快的一首歌 錄掉了 然後最後就是 錄完的時候和通過他們後期做完之後 還是會給到我一些驚喜 對就是我一開始也不會想到的一些那種聽感 到最後也有 然後這首歌就其實比較簡單 歡快 整體的那種感覺就是 希望 是一首那種你可能 可以在 比較歡快或者說夜裡面開車的時候能聽的那種歌吧 那種畫面感就是比較城市夜景這種多一點 喂喂喂 哈嘍哈嘍哈嘍 喂 嗯嗯嗯 很好聽啊 很好聽啊 這個狀態非常的好 OK 不錯不錯啊 然後律動再出來一點點 OKOK 嗯 來 月亮跨過夜的星秀 你 然後再來 在最明亮的一刻裡 勾勒出你的雙眼 在 很好很好 反而很好 We are the player 啊 Sorry 不好意思 最後一句哈 來 好 很好 只有一個地方 前面一句 回憶的時期中是 愛要留愛 破洞的灰燼 回憶的時期中是 能不能改啊 可不可以改幾個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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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改一下 在光年 在光年的距離 我回憶 尋著你的軌跡 漂亮 漂亮 然後尋著你的軌跡 好 看一下伴奏試試 來 尋著你的軌跡 對 對 對 在光年的距離 我回憶尋著你的軌跡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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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 可以不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在支持光年的距離 唱歌太怪了 對 沒問題 很棒 嗯 在光年的距離 在光年的距離 我回憶尋著 尋著你 我聽著那個 呃 在光年的距離 這個怎麼 自己回憶尋著 其實就是距離 這兩首歌 再說 對對對 嗯 在光年的距離 是其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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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從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的那個地方 嗯哼 老師放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是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愛的 愛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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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嗎 然後你就 從 和你 相遇 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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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這什麼 對對對 對對對 哇這魂長開了這麼大 沒有沒有 就那一下子有 啊 非常好 特別好 特別好 OK就要這個了 來 和你的距離 啊 啊 我滑了一下 對 千萬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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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都行 就兩音啊 或者是 嘴聲 啊 哈哈 或者是假聲也可以 啊 啊 啊 哎 對對對 為了你我可以 這個是一首情歌 這首歌 其實就是 就是 可能就大家印象裡那種 大情歌吧 就是旋律啊 包括它的歌詞 都是那種比較 流行 然後是希望有一首這種 浪漫一點的歌 所以當時就選這首歌 然後 這個 就是 做 做詞做曲的這個老師 叫張簡 張簡老師他其實也有很多那種 很好聽的流行歌 琴歌 其實我覺得是他非常擅長的一個風格 啊 當時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其實他 呃 詹恩老師自己唱的Demo 然後我們聽副歌的時候覺得旋律挺抓耳的 但是我當時一度懷疑這首歌我能不能唱 就我覺得挺難唱 但後來收起來之後我們自己也調整 然後編曲方面其實也重新做了編曲 錄的 還可以 嗯 最後 這首歌也是 被放到了我們去拍MV 就是一個比較浪漫的一首歌 對 哎 好累 喂喂喂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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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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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亂我飛行的軌跡 軌跡 我今天自己試這首歌看它最高的音在 在 在 降 G 升 F 嗯 然後呢 看狀態吧 我們先聽一下 因為它那個蓋的好像歌詞和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吧 為了你我我可以 聽到 啊好聽 哎 哎啊啊 哎啊 不懂得逃你的 喂喂 哎啊人生又小了 喂喂喂人生還是小 喂喂喂喂喂喂現在舒服 嗯 嗯 不擅長天野和蜜語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這個地方節奏我能確定一下嗎 嗯 不擅長天野和蜜語 不懂得逃你的 不是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對 嗯 不擅長 不擅長天野和蜜語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對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我內心 對 好再試一下 天野和蜜語 不懂得逃你的 歡心 好 好 那個我們先唱A段吧 那個 那個B段先不唱啊 先 啊 稍微輕一丟丟 輕一丟丟 嗯 我們 稍後一點力氣 稍等啊 哎不對 他剛才有個地方 我聽歌四反不太一樣啊 藍天中層層 中層層 他把德層層 呃唱反了 不不他 他把德唱前面了 哦他唱錯了 應該唱錯了 敢走整片藍天 中層層的烏雲 敢想短短幾秒 就失去的流星 感動你對愛情 天生不信任的恐懼 Stay這首歌 應該是 最後收進來的一首歌 就是 Stay這首歌原本沒有 然後 然後 我們是在最後 做完整個差不多十首 十一首歌的時候 在聽 還少點什麼元素 然後就想說有 想要一個 節奏感稍微快一點 然後 偏現場一點 因為很多專輯的歌 可能後面都會拿到live去演 然後就想要一首 live氛圍感比較頂的一種 這首歌 然後節奏感要快一點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們收的歌 都有很多是那種慢的 不管是情歌啊 抒情一點的慢的 民謠啊 或者是那種 偏 就是古典 那種很chill的古典的那種 就會比較多 然後就 一直都沒有一首這種 很快的 所以我們就把Stay這首歌收進來了 然後一開始收進來的時候 我在棚裡面聽那個demo 聽的時候就覺得 這首歌旋律寫得很帥 聽著就覺得挺 就是 挺sar的那種感覺 很爽 但是他剛收獎的時候編曲 我感覺差點意思 所以 當時我們就在後面 找了一些reference 和那個製作人去溝通 然後我也去了他們錄音棚 就跟他講 就是 大概大家內心當中那個畫面 什麼樣的 想怎麼去做這首歌 做完之後 那個編曲出來 我就覺得挺好的 然後去錄的時候 那一天我 重感冒 錄那首歌 鼻音很重 所以我當時很擔心 那首歌會錄不好 因為那首歌還挺難唱的 就是節奏又難抓 而且 它的那個旋律也很 就是走得都很快 所以 還挺擔心那天錄音的狀態 結果錄出來之後我聽到demo那一瞬間 就覺得哎 效果還挺好的 就是 也算是比較意外的一個收穫 這種歌 對 這個地方得改 就是要 你怎麼樣 他要有一個有意思的歌詞 他說可以 行 略略修改幾個地方 就不大修改的話可以 不大改 不然你這個所有的歌裡面 沒有一首是那種很 熱情的歌 不管是幹嘛的 就是也不一定是收尾 可能你最嗨的那個點 唱的那個 可以啊我覺得 因為你沒有一首 你沒有一首節奏那麼快的歌 Gimme Gimme不是也很快嗎 那不一樣 日落之城也蠻快的 日落之城 不一樣 行 我覺得還可以 然後 然後再加上他那個 也有傳唱度 就是 就一下就記住了 記憶點蠻好的 你就看一下 他的那個想法能不能實現 我覺得沒啥問題 那我有問題 我想還是想在Verse 2的某一個部分 或者就是想做一個 Rap 不不不不要Rap 對 做一個Half Time的一個設計 對 類似這樣的 可以有編奏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覺得整體我OK 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還有一個想法 就其實就是 你剛剛說的那一點intro的部分 非常對的 呃有一個這樣抓耳的intro蠻重要 就是在所有的舞曲 那些打擊樂進來之前 大家首先能夠先感受這個氛圍 我覺得這個地方這個動機是好的 但是至於選什麼樣的樂器 嗯 什麼樣的音色用什麼 這個我覺得可以再想一下 對 但我覺得別的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我覺得老人您剛說的那個 加辯奏的地方 我覺得也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這首歌完全就是為您 做出來的感覺 嗯嗯 但是就是 確實英文歌唱起來會比較自如一點 嗯 然後也可以更容易加一些自己的色彩進去 然後的話 就可能裡面有一些音 可能需要一些練習 因為這首歌我還沒怎麼練過 然後到到時候要錄的話 稍微適應一下 可能整體我覺得還是 就包括主歌部分 嗯 嗯 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詞還有旋律其實都還挺帥的 現在我覺得整體聽起來還真的挺好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我覺得 我把唱錄好 然後 基本上就差不多 可以 沒啥問題 嗯嗯嗯嗯 辛苦老師辛苦了 謝謝謝謝 期待錄音 謝謝謝謝 謝謝 有幾句不錯哈 嗯 耶耶 啊 對對對 對 我就是這樣因為你看一共有兩個兩個一樣的部分嘛 就第一遍的時候就不要加 然後第二遍的時候就加一個adlet 嗯 對我我想聽一下verse2 這個地方是 那個節奏是故意這樣的 對對對 打破啊 太準了 反而就是 聽起來有點機械的感覺 明白 對好 因為這裡其實沒有什麼任何的古典 你可以完全 隨意的很很free的那種狀態 好 對跟著情感走 行行行 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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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ng me back to life and we talk to me girl I'm not my gosh put me in the moon 好 好 殺青 ok 謝謝老師 歌手是最新的 我也期待一首好嗎哈哈 會會讓你意想不到的一些 ok ok 好 給你給你這首歌 是一個很經典的作品 然後當時是 有提議說 弟弟要不要嘗試挑戰一下這首歌 因為它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 有時代性且經典的一個作品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唱這首歌 因為確實它過於經典 所以我沒有想過就是 比如說我可能翻唱或者是cover這種感覺 但是沒有想到它會直接變成專輯裡面的一首歌 然後整首這樣去完全做一個remix 因為很多時候就可能remix經典的作品會遇到很多問題 也不太敢remix太經典的作品 因為會 也害怕會搞砸 然後也怕唱不好 而且這首歌 是一個 很有力量感的一個女生的這個voca 所以當時在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其實也挺不知所措的 包括它的製作方向一開始都比較迷茫 就不知道要做一個什麼樣的感覺的remix 那首歌也是 我挑戰很大的一個這種新的風格 大家聽了反正就聽了就知道 很disco 非常disco 非常八九十年代的那種disco 然後也想過說要融入一些現代的東西 包括有裡面其實那個製作人老師放了一些這種中東的樂器 然後放了有一個就是間奏有一段變奏 還是融入一些比較現代的編曲手法 但這首歌對我來說呢我覺得就是很難 就非常難 雖然它不是說那種 像我剛才說的那種歌在棚裡面很難錄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它的那個感覺非常難把控 因為 聽就是收這首歌之前我去聽它的那個原版 其實很 就是很難想像到你這首歌如果做一個remix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所以這首歌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就主要是它改完之後那個地方 發完之後馬上就要去演現場 然後就是 就是如果做成剛才那個樣子的話 我會感覺現場也 就是已經放到 就我感覺現場就會也 怪怪的 所以我當然想的話如果 但是可能狗哥他們比較喜歡那個版本嘛 然後我覺得也OK 但是說如果 就是有沒有在這個基礎之上 能夠 再改的那種感覺 有 然後給你添加一點 和聲性的元素 就是你剛提到的Future Base 然後 對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感覺如果它這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它這首歌是打算要往EDM的remix方向做 對 然後我是感覺如果電子的remix的話 可以有很多種drop的版本 就不一定非得是這一個風格的drop 可以有很多不同風格的drop 但是如果說大家都很喜歡這個版本 那就在這個基礎之上去做改動 比如說保留它這個節奏型 看能不能鋪點什麼別的東西 或者是那種合成器的這種音色 能夠讓它就是再豐富一點 更帥更好聽更華麗 就是可能甚至是節奏的律動可能會變化更多一些了 對更華麗 中間比如說我們保留這個基礎 剛說了不是說一定要把它全部給推翻拿掉 明白 但是能在這個基礎之上稍微讓它中和一點 就是聽感上面可以更好 咱們這首歌裡 現在已有的元素 已有的元素是剛開始的 就氣場比較強的 就是你覺得風油管頂滿 或者是抑郁風琴也有這部分 然後有一個 它不太喜歡的像House這類的風格作為副歌老 然後前邊其實 有點House偏Disco 就律動性很強的一個主歌 再加上中間保留了一段挺凶殘的Trips 所以我感覺這首歌 因為它原版就比較Disco 對吧 它原版就是比較動詞大詞Disco的感覺 如果說做Remix的時候 還保留它這個風格我OK的 起碼就是咱們尊重它原創的這個風格 所以現在這個樣子也可以 但是Disco也有很多種 我明白嗎 就是不一定非得是 所謂那種那種阿拉伯的那種 就是非常重的那種感覺 就會感覺就是也可以有很多不同 找Disco的這種方式 我們先跑一邊 就是沒有一個靈魂 它這個上面突然變成了沒有一個男人 Half past twel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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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an 啊 ok 行 因為它這個上面少寫了個in 也是唱的還是不唱的 那我們按照歌詞為主 因為歌詞是原版 那個是占個位置 啊 行 還不能聽完整版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嗯還是說唱他這個人聲的 唱唱他唱的 對那就要 is there a matter there 你把你把聲音那個嗓子 做沙啞一些呢 gamegame 啊不 no no no太過了 下一點就行了 就是聲部這個東西我們是可以不按照它那個原版那樣去設計的對不對 當然就比如說我們想墊這些別的旋律的聲部也都可以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挺好的 我我感覺就是你其實對音樂性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 嗯 但你確實是 就做沒有沒關係就是我ok的這樣 的那個編曲的話我是可以就是比如說像剛才那些段落像C1和C3那樣的 地方 如果說按照現在這樣的編曲結構來弄也可以 但是就是 我覺得通過後期可以更好聽 嗯 我給你加幾個比較 內動性的軌道 啊 我想是這樣的就是 呃 鼓和唱段其實都比較是那種比較偏段的嘛 節奏感很強 g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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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動詞打詞這種感覺嗎 就是就是能讓它中間加一點點黏的感覺 嗯可以 對可能會稍微 好一點吧就我也我也不知道具體聽上去什麼樣子 但我就感覺可以讓它就是中間再 功夫一些 對就是在這個 切分好的這個節奏裡面有一些長線條的東西 因為 我覺得沒關係 這首歌人生我覺得只是一部分 對 比較真的比較看那個什麼 它氛圍比較大 就是 當然如果後面人生還要錄點什麼東西的話 我可以隨時錄 雲端漫步是這個專輯錄的第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也是最早訂的一首歌 這首歌的目的很簡單 當時就是想要一首 簡單 寬快 愜意的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就比較符合那個主題 包括它歌詞也是 它歌詞裡面其實沒有講很多情啊愛啊之類的 它就是 比較 待在自己世界裡面 然後好好享受 唱起來其實也比較輕鬆 然後 整體就是 就主打氛圍感的一首歌 就是 能夠讓大家 開心 然後放鬆的一首歌 對 對 對 我們當時能夠挑這個demo 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開頭 intro 的部分 是 很新的那種感覺 啊 ok 對其實它的verse 的時候是很chill 上有一點bounce 的感覺 但其實到prechorus 到chorus 的時候 問題就比較明顯 問題就比較明顯 第四句 那個 可能那個節奏很自由 感覺節奏有一點 太自由 怪怪的 所以我每次到那裡就感覺 我們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主錄的 確認一下就是你剛剛說的就是這一句對吧 對 對 要再clean一點 ok 它的這些 instrument 一定是要慢慢慢慢進 然後這裡進hi-hat就比較糟 chorus 再進hi-hat 對 所以 對 對 我覺得現在的chorus 如果 kick的音色 對應之前已經改掉 然後 吉他再改一下 這麼做是ok的 嗯 就看這 kick的吉他在chorus裡面 如果前面的音色放得好 這樣是ok的 然後 然後 這裡 一個節奏吧 就是 對 對 瘡瘡瘡 瘡瘡瘡瘡瘡 我們可以拿這個嗎 當然 對 對 幾幾幾幾 然後 因為我覺得 如果這個地方 怕 沒hi-hat 這塊 起不來 的話 氣泡九里加 期待和 範斗天的未來 我記得是有 some back vocals that's like really loud 對 所以我覺得它會不錯 prechorus可以chill一點 沒關係 嗯 其實我想要做這個原因是 嗯 呃 如果說chorus的bounce 一直都是很 很快的話 我覺得 就不chill了 對 一個是不chill 一個還有一個就是 呃 我去聽感 對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有變奏 或者是 就是這種變化的地方 就 不再加速 然後ending的部分 我覺得到最後 我們在看怎麼玩 對吧 先前面這樣 ok so that's about it Thank you 謝謝謝謝老師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 灰色宇宙白色星球這首 其實當時 嗯 因為 我也是第一次 就是 我這次做專輯是有 接觸到一個新的工作團隊 然後 做專輯 是 我覺得是一個 很 費時費力的事情 就是你需要大量的人 資源 還有力 還有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涉及到很多很多人 挺累的 尤其是專輯看 就是有幾首歌 這是一張專輯十二首歌 很累 然後我們在初七的時候 其實我接觸到新的工作團隊 包括遊戲做音樂 其實很多時候你需要讓製作人 或者說幫你做歌的這些 這些老師們 要讓他們了解你 你自己對音樂的審美是什麼樣的 或者說你這個人 給人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你的風格是什麼樣的 因為很多東西它會 很直觀的體現在你的音樂裡面 比如說你怎麼唱 或者說你喜歡什麼樣 就是速度的音樂 什麼樣 什麼樣的鼓點 什麼樣的旋律 喜歡那種亮一點的 還是暗一點的 大一點的小一點的 這種就反正很多 在初七我就和大家去溝通 去彼此了解 然後一開始 和我的團隊去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整體給大家傳 傳遞出來的一種感覺 就是我整個人比較 呃 慵懶 哈哈就是比較 愜意 沒有很就是 很外放 或者說張力很強的這種能量 所以這個也能 間接性映射到音樂裡面 然後這首歌呢 其實 大家如果聽的話是 它其實有一點那種 就是喪喪的感覺 就是 嗯 沒有很揚起來 像Stay那種歌 那麼就是 蹦蹦答答的 然後這首歌就會比較慢 然後也是我以前 沒有嘗試過的風格 它這個其實聽起來 有一點流行 又有一點像那種 慢慢的民謠的感覺 就反正 這種歌就是 它那個編曲 和人生分離得很開 所以我們在錄的時候 就會比較 就這一類型的歌 都比較難處理一點 就是 人生 就你的Vocal一定要錄得很好 因為 人生佔比 在這樣類型的歌曲裡面 是佔得很重的 就比如說 有些歌可能 編曲 的部分 就編曲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有個歌是 嗯 人生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這種歌可能就是 需要 我 對人生做很多不同的嘗試 就是 錄的時候 我第一次感覺 麥克風原來是一個 這麼敏感的東西 就是它 會把你很多 聲音裡面 所有的細節 雜誌 全都錄得進去 然後最後在 每一次錄這樣的歌 因為 也有別 我覺得專輯裡面也有別的 類似這種歌風格的音樂 就在錄這樣類型的歌曲的時候 其實 能 很直觀體會到很多就是 學習到新的東西 這樣 我感覺這句我唱的時候 我老感覺 軟 就是聽上去 對 因為它有點像在 要起來的地方了 我跟兩面 就是沒有聲音的 好像能回到 不太好 再來一次 能回到那個 懵懂的時候 可憐 可以喔 不錯的 所以 你看前面好好錄的 跟後面那幾句不好錄的 還是有差距的 對 好聽的前面還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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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宇宙 白色星球 你聽上次那個tone喔 嗯 單純是 我們最珍貴的 禮物 這一個清醒 卻 不如 麻木 在這灰色眼 我 我得做 慢慢流失 增加 痛楚 這一個清醒 卻不如 慢慢流失 增加 痛楚 啊 啊 啊 OK 這一個清醒 卻不如 我斷了一下 剛才是 我怎麼感覺我斷了一下 哪裡斷了一下 這一刻的 一 然後 但是就是 比如說時間慢慢流失 這種地方可以 可以再好 對 有點語氣 這一個清醒 卻不如麻木 啊 我想放棄 但是不知道為啥就 會放成那樣 哎 好像還是 是 就是你的木是 木 到最後你這個放棄 就不會不容易讓人聽到 哇 就是 就木啊 行行行 我寫一下 我寫一下 木啊 稍等啊 我再給你提一個地方 在這 木 去叹氣呢 對 再多一點 在這回 放不出來 你氣了 最後一個 對啊 能不能錄完哦今天 不用你能錄完你放心 我想放的時候就沒會放出來的感覺 嗯 你的嘴咬得太緊了 因為那個嗚嗚子 嗚嗚啊 對 來我再來 嗯 不願 對高一點再高一點 不願 再來一次啊 是他們說的那個地方 其實有個我覺得就有點民謠的感覺了 這一類型的歌曲其實以前我 聽的 聽的 包括自己唱的都不多 當時這個是一個原創音樂人的作品 然後這首歌錄的時候很難錄 就是我聽demo的時候沒有想到會那麼難錄的一首歌 就像我剛才說的就是這個類型的音樂 對就進了棚之後對Vocal要求的很高 然後以前我很少就是這麼大段的唱一整首這樣的歌 所以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挑戰 然後在錄的時候尤其是這樣 就是它是需要你的人生來襯托出這首歌的節奏的 很多時候可能比較直觀的就是有那種古典的出現 或者說有些打擊樂的出現 它不會說就是你的人生跟著這個節奏走就好 但這樣的歌很多時候是需要通過你的人生你的唱 來把這個節奏給帶出來 這個點我覺得很難 所以在錄的時候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這個上面 就是我發現你唱的這個節奏也是可以被劃分成音符的 在這些工程軟件裡面 包括你人生的這個旋律走向也是可以被劃成線條的 所以很多細節的處理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也是我說的遇到很多挑戰 主要都是在這幾首歌上面就是有很多這種 微乎其微的一些點 嗯 會我覺得會比較難 對 但這首歌後來還是錄的還可以 對就是這種起初的感覺是我們想要的 當然它可以更精緻一點 對 再試一下 花瓣 是他們告訴我的勇敢 它隨著大雨傾斜而來 嗯 它隨著大雨傾斜而來這個我們還沒有特別好的 OK 再來 我們其實可以直唱它它隨著大雨傾斜 它隨著大雨傾斜而可以 對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可以我可以休息個30秒 好 其實就我有點好它那個它就是 因為我現在唱它的時候我其實比較往裡收的 對 對就是比較因為用氣力在給我 我就我怕它那個它出來 因為它脫腸我怕它顯得很白 但是你剛剛第一個就OK 哦 對 就是當你不是特別特別care它的時候 你這個就OK 對有時候想太多就容易那個 就Nervous 對 可能就是第二遍的這個頓挫感還需要再出來一點 嗯 我覺得我覺得可以從咬字上面下手 是不是 對 並且也不能這麼的氣氛那麼多了 就感覺會比較 光亮一點 Yeah 比較sweet一點 嗯 對對對 嗯 那這個就 不要這麼sweet 不要這麼sweet 對 你可以加把這個尾音改一點點也是OK 可以接受的 當時許下的願望 哎哦我知道 記得當時許下的願望 可以斷一個 對 對 對 這也是我的剛剛說的 嗯 哦 那微量的遠方 對 中間要把它連起來 好 我再試一下 哎 是這樣嗎 是這個意思 但是需要穩一點 哦 對 老兵你再直接放一下 我再跟一次 嗯 嗯 是我們 終將會抵達 那微涼的遠方 可以可以可以 再來一個 可以可以再來了 嗯 累了 有一點累了是吧 沒事我再讓他累一點 好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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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給最後那個大合唱的那一段 對不對 嗯 其實我 其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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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 可以唱 spells 啊 是他媽媽告訴我的勇敢 她隨著大雨傾斜而來 哦 eso 它有一些 Sev行 对 白夜色悬花之中盛开 盛开成一笔花瓣 但是 赶紧录 对 赶紧进入时尚台 对 限定对白这首歌 是我们从韩国收过来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 当时想的是 用来编舞 就专门用来跳舞的一首舞曲 这样的歌 然后舞曲的话 一开始可能想的几个方向 就比如说有很 很快的 就比如说像stage这种 pop一点的那种舞曲 或者是 比较urban 能编urban一点的舞蹈的这种 然后因为我最早开始跳舞 跳的就是 男团舞嘛 就比较现代的一些编舞 然后想的时候也是 我想可能 有一首舞曲的话 不一定非要是很 节奏古典 很就是快啊 或者是怎么样 它有可以很多这种呼吸感 很多空间的这种 所以当时正好听到的这首 它电子 就是电子成分比较多 它很多那种future base的那种 那种合成器的音效 然后听到它觉得还挺好 然后这首歌比较有意思的点 也是我找回以前创造一个朋友 吴海 去帮我编舞 帮我拍MV的时候它也在 嗯 这首歌其实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 适合跳舞的一个风格 然后 我还挺喜欢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多 就我明白我明白 但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写的就比如说 永远爱你的什么什么 就比如说你具象到他这个人身上 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五官 或者是哪个 我觉得这样还OK 他说对或者是温柔的声音 就类似这种 我觉得这个是对 这个这个逻辑是OK的 对具象一点 然后所以我才把你的可爱 和永远做小孩改成了给你的爱 还有浪漫已经到来 就可能这样和英文也更能match一点 对 但是就是最后的那一句 就唱完副歌结尾的那一句话 我就要再想一想 OK 改完了 完事儿 老师就是最后最后一段副歌 蹦蹦蹦蹦 就这个地方 哎 我再 我可以再来一次 给你的爱无可替代浪漫 一行动动动动 就这个样子有个军拍的那个鼓进来就好 对对对 这是为了编舞的那个那个配合 明白明白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哎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那个 就是 让它连起来 有点像那个Tripe那种感觉 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 千万千万就是不要让它太多 一旦它那个切得很碎 然后一直出现大概一到两秒之后就太多了 而且你要加的那个位置 咱们一定要确定好 就给我能卡点的一些鼓会比较好 所以我刚才想为什么就是 比如说前面的那个鼓是那种 军拍的 一二三四这个样子的节奏 这个地方就用那种 比如说 就 或者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I will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给你的爱无可替代拉门 一锦大大三四 这一段 比如说这个是 姐你看这个是中间的地方 嗯对对对 我要再开头的这个地方 因为在这个动论里面 在转的时候前面有后面没有的话会空 可以老师 那个鼓现在有一点空 我明白 你就在结构上面 你觉得如果哪里可以更合理 你就坐 如何回答那些笨拙的情话 beautiful beautiful girl be with me tonight 听到吧 来 再来一次 来一下真声 好 梦境 梦境的告白 哦哦哦哦 回忆到许行动场景 视线定在眼底 OK 再来一遍 嗯 这挺好啊 结束了 哎 很好 辛华老师 谢谢 主要是录的很好 捕捉边境你是沈以诚老师写的 这首歌画面感其实有一种那种旅行的感觉 我觉得 大理就是那种 就是有点沿海的 然后有点那种公路 就是一首比较啊 听着 治愈一点的感觉的这种歌 然后比较慢 很挺难唱的 然后 录的还行 OK 就这就这三句 我觉得好唱 到河水不再慢慢结冰 树也不再慢慢 河水不再慢慢结冰 树也不再枯萎 倒零 我应该才能找到你 没了 没了 哦 然后我和编曲人商量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因为他 有点长 对 他太冗长了 然后就拿掉一段 verse 然后后来发现他副歌其实反复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也没有不一样的歌词去撑着 所以我也把那个chorus又拿掉一段 也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听觉习惯哈 对 因为是这样的 我我上一次和麦克斯老师合作就是唱的黄昏小那首歌 然后那首歌一开始做出来就很长 对 对吧 四分多钟 我们也砍了 也砍了蛮多 我们试几个不同的版本呗 他刚才那个这一句 是在第二段副歌的时候 我怎样 他切了一口气 但第一段我记得他应该也是连下来唱 行 行我们可以试试看 现在是哪一支麦 暖的那个还是高的那个 暖的 OK 说想听一下我还是小心的 那里 你刚唱的是 然后这个Ryder那个音和和弦 其实是冲着的 这样子是不是比那个 因为音上去了之后就发力了 就比较重 然后说来可惜的说字 然后也是可惜的也字 注意音准哈 我知道不好找 我应该才能找到 你 作标系这首歌 也是一首韩国歌 其实它这首歌 比较有意思 它一开始是完完全全的一首 流行编曲 然后我记得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制作人叫王子 他这个很就很厉害 想法的一个制作人 让他把很多自己个人色彩融入进去 然后在编曲上做一些文章 这样 然后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我认为最难唱那首歌 这首歌真难唱 就录的录崩溃了 就是我也说不上来 它的那个音域就在很难唱的一个点 反正唱起来就是录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是不舒服 然后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补录 但是幸好这首歌还是录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也是 就是比较甜甜的一首歌嘛这样 还挺喜欢的对 OK 来试试看 我们牵手吧来 我们再来一遍这个地方 一天我带你去我的星球 啊啊 sorry再来一个 好刚才那个多想牵你的手 不错 再标一颗心 就是就是这一段这个 忽然你在一种飞行 对你的声音收的干脆一点 嗯你的气还是要有release出去 哦 花过酸不酸过酸不酸奇迹 对 奇迹 一 还收集还是唱真声呢 对 嗯对你先全唱真声试试看 全唱真声 对 试试看 嗯 哈哈哈哈 都为你那个地方还有点高 都为你先这个可以唱假声 但前面先试一下啊 前面前面这个没一个流星 我们再来再来最后一个好吧 嗯 我的星球有没有剧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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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